当年呢 接连两部满是帅哥的电视剧冲上云霄 让无数少女都怀揣了一个飞上蓝天的梦 这回呢 帅哥改走电影版了啊 这个酷炫的外形依旧是帅气逼人 别人发布会是来找话题的 然后才能够搏版面 各位机长和空姐真的完全就是来任性地耍帅的 看一下 机长空姐成双队 骨仔一人也够位 再若是男女机师骑登场 更是帅到人眼冒金星啊 要说接连几部冲上云霄是感情戏贯穿的 还不如说是各位炫酷机师耍帅耍出来的 飞上天的不是飞机 那是一群群制服诱惑的帅哥呀 当然啦 几位机长来站台 肯定不止耍帅这么简单 都想从爆出婚讯的郑秀文这儿挖点料 各位必须帮衬着点啊 就是之前那个我们采讯康的时候 他说其实你们好像已经是夫妻了 说说已经领证了吗 你是问张俊宁真人吗 我已经登记了蛮久了 大概都要13年的时间了 那你们打算双二拍吗 尽力而为吧 加油 酷勃 好 加油 看吧 这个看脸的世界 要才华人家也是有的 想到我们眼皮子底下 并问三米婚讯都死心吧 那是人家私事 该知道的时候再告诉你啦 比了新天地颜值爆表就够了 综合报道